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重心的概念 各位从小到大可能多少都有听过重心吧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如果要把一个物体撑住 让它不要倒 你可以用撑住它或拉住它 那我们就会去找到一个位置 当我们把力量施于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这个物体就不会翻倒 那这种时候 我们就会称它那个位置叫做重心的位置 我们撑住的那个位置叫重心的位置 那之所以不会翻倒 事实上跟敲敲板有点类似 像我们在左边这一张图 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呢 有两个物体在一个敲敲板上 那两个物体的重量我们设定它 一个比较大比较重 一个是两倍重 在右边 我们称它为一号 那另外一个是一倍重 我们称它为二号 它在左边 那要在哪里放我们的支点 才可以让它平衡呢 才可以让它不要倒呢 放在中间一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因为左边比较轻又比较重 那相信各位生活经验会告诉你 应该要放偏大的那个位置 要偏大的那个物体 支点要放在这里 而且很巧的是 一号物体到支点的距离 如果是一的话 那二号物体到支点的距离 就刚好也是二 那会跟它的重量成反比 重量比较重的 它离支点比较近 重量比较轻的 它离支点比较远 那这时候这个支点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撑住整体 撑住整体 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叫做重心 那这个位置重心 我们会给它一个代号 叫XG 好 那从数学上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合力举为0 这样的概念 来描述这种情况 什么是力举呢 力举是造成转动的原因 它是力乘上力弊 需要有一个力 以及要有一个力弊 那才会有产生力举 好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以 重心为参考点 比如说重心的位置叫做A 重心的位置叫做A 然后一号物体的位置叫做B 这等一下我们会用到B 如果我们是以 A 为参考点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系统 这两个物体 以及重心 它们所含有的力举 是不是0 那 一号物体 一号物体的 重量 力2 W 乘上力弊1 会等于 二号物体 的重量 1 乘上 它的力弊2 这是我们以前 小时候学过的杠杆原理 那么我们今天事实上有第三个力 事实上有第三个力 其实就是重心这里 必须要撑住整体 必须要撑住整体 所以它出的力应该是 全部的重 3W 那我们可以把它考虑进来 变成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把它一下变成一号物体的重乘上一号物体的力弊 去加上二号物体的重 去乘上二号物体的力弊 然后等于总共的重量去乘上0 今天因为 今天因为我们的3W 它就是刚好在支点上 在支点上力弊就是0 这样我们就把第三个力 考虑进来了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用竖线表示哦 我们可以用竖线来表示 重心的位置视为0 也就是A点A点的位置视为0 然后 我们调一下反面 A点的位置 视为 圆点 那 一号物体的位置 就是距离1嘛 所以这里就是正1 二号物体的位置 是距离2 但是是往左边 所以是-2 这样子 那么 两个力 一号物体和二号物体的重量 就分别是在 位置1 以及位置-2 然后三号物体 不是三号物体 不是三号物体 3W 总共的重量则是作用在 作用在0的位置 所以它的利弊就当然是0 这个就是我们把 这一个式子 用竖线来表示 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 试着把 利弊 把参考点换一个位置 把参考点换一个位置 换成B点 我们刚刚 要把B写出来 就是为了这时候 我们把参考点换到B的话 然后不要去动到所有的利 所有的利还是在 只是数学上把参考点换到B点而已 这样子 那所有的利还是在 只是把0点换到了-2 那把0换到的-2的话 原本的0的位置 就会变成是正2 对不对 原本0的位置就变正2 而原本1的位置就变成3 对吧 那么这时候三个利 还是都一样存在的 这并没有消失 毕竟我们只是 换一个参考点而已 要注意 我们并不是换支点 我们是换参考点 参考点是数学上的一个 参考的位置 而支点则是真实在物质世界的支撑点 好 那我们以B为参考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算一次利据 那就是变成了 2W必须要乘上3 对不对 这时候它离参考点是变成3了 然后再加上 1号物体的利去乘上0 对不对 这时候它变成0 它这时候通过参考点 然后结果会等于3W 这时候就要乘上2 你会发现其实等式还是成立 6加0等于3乘上2 也是6嘛 所以等式还是成立的 以A为参考点 以B为参考点 其实等式都会让它的合力举为0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 合力为0的时候呢 参考点不影响总力举 不影响合力举 不影响合力举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示范的 以A为参考点 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它是可以平衡的 那以B为参考点还是一样 它还是可以平衡 只要我们出的力一样 还是这三个位置 然后力量的大小也都一样 那就还是会平衡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重心的位置 原本是从0 现在就会变成2 这样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再把 位置换到别的地方 换到除了B以外的 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C 我们换到C 这边是C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直接用代号来表示好了 那就是C 1号物体 1号物体的位置 我们就叫它 X1 2号物体的位置 我们就叫它 X2 那重心的位置 我们就叫它 XG 那根据刚刚的这种写法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 1号物体这边的力 好这时候我们也不要再限制它 是2W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W1 2号物体这边的力 我们也把它写成W2 那 重心这边需要出的力 就会是 全部的重量 W1 加W2 或写W全 或写W全 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是以C为参考点的 然后我们再用类似的方法 再写一次力矩的平衡 那就写成 W1 去乘上X1 去加上W2 乘上X2 然后会等于 总共的重 W全 去乘上XG 好 你可以跟上面的做对照 就是 刚刚的2W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W1 刚刚的3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X1 刚刚的1W 就是我们的W2 那刚刚的0就是我们现在的X2 那 全 全 W全 就是我们的总共重量 这样子 好 事实上我们 就是先从A为参考点 那换到B 我们发现 合力矩是不变的 从A到B 合力矩都还是0 因为我们只是换个参考点 所以我们从B再换成C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 换成C 把参考点换到C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么一来 其实我们就把重心的位置找出来啦 重心的位置XG 它就是写为 1号物体的重乘上1号物体的位置 加2号物体的重乘上2号物体的位置 再去除上全部的重 或者你把它写成 W1加W2 所以这就是重心的位置 那它可以推广 可以推广至 就是有第三个物体进来造成立举 或第四个物体进来造成立举 所以它可以推广为 这样子 W1 X1 加W2 X2 加W3 X3 加点点点点点 然后它底下 让它全部的重量全部加起来 到这边我们就介绍了 重心的公式了